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边 左边有首页 制定 及时 目标 客户开发 行为 转换 有看到这些 今天上午我们要教完这些 这个部分 首页跟制定 首页跟制定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看第一个 首页 首页 首先你有没有看到 当下的活跃使用者 注意 什么叫活跃 什么叫新 因为我们这里面就只有两种使用者 也就是你知道说 看你这个网站的人 我们叫做新的跟活跃的使用者 可以吗 请问一下 你希望哪一种人多 你希望新的使用者多 还是活跃使用者多 那你要先了解这个定义 什么叫活跃的使用者 今天来 明天来 后天来 天天来 这叫活跃 可以吗 好 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网站 叫新使用者 有没有问题 那请问 你觉得你希望 你希望 心得使用者多 还是活跃使用者多 好 那我们就要看 假设我们这个目的是招生 招生 招生 你再去算那个活跃使用者 那根本就是算错方向了 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们招生 招新生 没有在招救生 请问你 一年级到二年级 需不需要办一个招生说明会 不用吧 有听懂我的意思啊 那怎么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 心得使用者 然后 我们要是去办活动 这个心得使用者要不要增加 就一定要增加 如果你办活动 然后你算那个心得使用者 没有增加 那就等于这个活动是失败的 但是 很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广告投放的方式 或者你活动放的方式 跟网站无关 有可能 有可能是这种情形 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会发现 这个当下活跃的使用者 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 然后他看我这个网页 接下来这个画面 我要开始讲了 首先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使用者工作阶段跳出绿 工作阶段持续时间 请问一下 使用者没问题吧 使用者是不是分两种 就是来看你这个网站的人 所以使用者没问题 工作阶段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发现工作阶段是不是大于我的什么使用者 好 通常什么叫做工作阶段 他是不是到我们这个网站 他会看第一页 他会不会再看其他页 会 每看一个网页就叫一个工作阶段 然后 这个英文叫做stage 我不晓得各位了不了解 stage的话 他就是一个情况 你看网站 看到首页 这是一种看吗 这个首页看完 你可能去找图书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叫两个stage 两个情况 可是他翻成中文 翻成叫工作阶段 我也不知道 这样子你会不会理解 好 然后 接下来跳出率 60%是我们判断好或不好 请问 不好 跳出率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到了这个网页 我待没有多久我就离开 这就叫跳出 就是我只看一页了 我就跳出 看一页就跳出 这代表什么意思 对 他就不想要再继续往下看了 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要比哦 我们要比 就是跳出率 看看他是不是下降 你要比 你要比 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我知道你是材料 那您是哪一系 材料不要跟机械比 我们没有人在这样子比的 除非 除非 例如说好了 同一个学院来比 我觉得还有点意义 你材料跟机械 材料跟公馆的比 是没有意义的比 听得懂我意思哦 你要跟自己的一周前 自己的办活动的时间 这个时候来比 才会比较有意义 因为你的敌人是自己 你应该把竞争对象是自己 有听懂吗 好 你不用一直去跟 你可以看隔壁的 你也不用太高兴 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要跟自己比 这才比较重要 好 那我们现在哦 这个跳出率 等一下你可以观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标准 60以下 是好的 越高越不好 越高越不好 接下来这个时间越长越好 就是他愿意留在 因为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不是购物的频道 可是请问一下 你们就是假设我一个新的浏览者来去看你的网站 我跟你讲 你要是超过10秒 20秒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平均 平均停留的时间 请问一下 你到Google 你到Yahoo这个网站 如果5秒钟没有停留 没有出现任何画面 你是不是会点XX 对吧 这是很正常一个行为啊 所以请你们要注意 尤其是首页 首页不要做得太花俏 首页不要做太多的图案 这都会影响到当网路流量 网路流量它不是持续固定的 它是一个会变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数值越高越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因为我的网站是教学 所以我当然希望说 他至少看一部影片 因为我都把它剪成大概3分钟左右的影片 所以他看大概3分钟 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两条线 你第一个重点是 你大概看一下 我这边是不是平均线是落在30 我们不是看这个数值 我们应该说都要看 请问一下 这个数值代表大概我的平均是不是30 对不对 就是每天大概平均会有30个人来观看 可以吗 你看这个数值不准的原因是 假设我今天我把它换成什么 最近90天 哇 这数值是不是很高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算平均会比较适合 最近7天 最近7天 然后平均大概维持在30左右 30 那也就是说一周 一周有7天 所以大概200个人 大概200个人来观看 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 这个蓝色 蓝色跟虚线的蓝色 实现是代表现在这一周 然后虚线代表上一周 可以吗 因为我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宣传 我的网站也没去买关键字 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行销 其实还是有啦 我举例来说 我现在说 请你们如果需要讲义办例 是不是到我那个网站 我那个网站最上面就是连结到这个网址 这也算是一种行销吧 只是没有很刻意的去讲 没有很刻意去做这个广告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了解到 我大概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周 这一周 然后上一周 好 这个时候就请你们来去思考一下 像我就会思考 这边11月12号星期 星期几 今天不是19号吗 今天星期二 所以11月12号星期二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在这边 星期五在这里 星期五有看到 星期五好像星期五这一蛮高的 为什么星期五比较高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就会针对这样子高来去思考 我们那天是不是有办什么活动 以我来说 我就会回想 上个星期五 上个星期五发生什么事情 有听得懂吗 你去看我的教学的频道 你就知道 上个星期五有教学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些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因为我上个星期五我有教学 所以会导致 这个地方网站流量会稍微提高一点 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那请问这边是不是看到 星期六跟星期天是不是比较低 没有 那这个时候 你大概就想 假日嘛 大家出去玩 所以来去学习的人就会相对比较少一点 就是说看这样子是一周 一周的情形 好 那请问这几个数字这样看懂了吗 那我再强调讲一件事 首页 我现在是不是讲首页 首页这里面 他就要开始来讲解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像我刚刚做的那样的一个教学网站 然后那个网站里面有多少人来观看 然后看了多少个网页 然后呢 跳出律师多少 然后看多久 他就只做这几件事 所以看多少张网页 是不是这边有这个资料 看了多长的时间 是不是有这个资料 那你可能还会再继续追问谁来看 我们稍后再告诉你 可以吗 这只是第一张资料表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观看一下各系所 各系所自己的资料 你就会知道说 我刚刚讲那个公管系 平均大概都400个人士 这不简单 还是我看错了 材料是有一百多人 这都是各位 各位可能要先了解的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 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是单周 单一周 可以看到就是这边会比较差 那也就是六日会比较不好 那我们来看看 那前面最近28天呢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它的一个情形 它是呈现锯齿状 请问呈现锯齿状 正不正常 正常嘛 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 这个网站至少 至少一下有 有 例如说 20个 一下有15个 一下有18个 一下有24个 这样才去观看 这样是正常的 这样是正常的 再来 再来 请问一下 实体的颜色是不是都比这个虚线的颜色 就是稍微看一下它的高低 是不是就是实现的 实现的高度是不是都比虚线的高度来的高一点 对吧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 持续有在增加中 可以吗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报告的时候 你必须要报告出来这些现象 你要记住 这些现象 我们可以用大数据分析 教你怎么算 可是算完之后 你就要会去报告给别人听 你就要知道说 我们这边两条线 它的差异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你们会看的吗 好 那再来 因为这个时间还太短 只有28天 如果我今天 我们来去看更多的时间 更多 更多预设的范围 有看到 这边 更多的时间 更多预设的 例如说 最近90天 最近180天 去年 好 请问一下 当你今天看的时间拉长 请问 请问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趋势 有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吗 所以到这个地方趋势是不是增加 这是不是我们很关心的重点 趋势增加 对不对 可是 这个转捩点 这叫转捩点 这边有看到吗 下降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时间点 其实我也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我跑去美国两个月 因为我们要学术交流 所以我就跑去美国 去做学术反问 所以 所以整个就掉下来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发生这种事情 你应该是 报告出来 然后主管应该会说 奇怪了 为什么后面 后面整个掉下来 不是一直都在持续慢慢往上吗 对不对 然后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要寻找那个成功关键 例如说好了 我们刚刚看到 各系所 各系所 是不是 材料系 第一 还有 美洲 每天 应该说每天 有一百个人 那 请问你这时候 是不是会想要询问 请问材料系 你们这边 做了什么 跟网路 有关系的 是跟 做了 至少你要比一下 材料系这个网站 跟你们自己去 有没有什么差异性 或者是 有没有一直频繁在跟动 而且跟动的 都是学生很关心的 有听得懂我意思 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 不然为什么 有人就是一板 那有人就是死 有系所就是死 那在这个地方 当你去看那个 比较长的时间 你是不是会看到 这样趋势的上升 结果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慢慢在下降 这个下降是有 有意义的 然后自己要去思考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针对 针对这里面的一个资料 你看那个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 例如说最近七天 它的意义 好 你方便去做两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比较 或者是这28天 这28天 可是你看不到 它那个趋势成长 但是 但是你至少可以做 两个 两个时间别的 一个差异性比较 两个时间别的 差异性比较 然后再接下来 一定要请你们日后 现在你不用看了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 你现在了不起 只能看到最近的30天 最近的28天 最近 算了 你制定好了 最近60天 自己去设定 例如说 我去看 我去看 例如说从今天开始往前推 你就去推到这一天好了 例如说从24 今天19号 好 我从18号 一直到 到今天的18号 可以吗 好 套用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好 自己去设定 你要拿两段时间的比较 好 请你们现在比比看吧 实现就是现在 虚线就是之前 请问一下 像例如说我这个网站 我这个网站 其实我买GA 其实我的网站也没有很长的经营时间 可是应该是这么说 我买进去GA 大概才买一年多 毕竟这是新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形成人家 Bi 商业智慧 什么叫商业智慧 其实就是把数据收集起来 商业数据 例如说订单资料 整个收集起来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 那个销售的金额 然后去算出利润是多少 然后我们去从中了解 了解说 什么产品应该在什么时候卖 然后他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利润 这个就 把这几个很重要的资讯得到 这就是智慧 那相对的 各位我们是不是应该到时候来去看一下 像这边这个peak 这几个peak 是不是都必须要收集起来 说明原因 一定都是有原因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往下 这一定也要去说明 为什么一叠叠这么多 从这上面叠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收集出来说 怎么样可以让网站流量增加 怎么样可以让网站流量下降 这些形成智慧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我应该要去做什么事情 好 当然 当然这是针对这个网站流量分析 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请教一下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张表 这张表是不是有看到这个目标对象总览 这边当你点进去的时候 又可以再去细看 细看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说目标总共工作量是什么 使用者 然后浏览 那我想我想这边有所有使用者 那甚至我们可能还可以切换 例如说我想要切换变成 我只要去看新的使用者之类的 这个就是又跳到目标对象总览 所以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改版了 它本来在这边它可以切换 切换不同的使用者 不同的使用者 目标对象总览 这边厂商变成是新的 使用者可能就要到别的地方来去看了 所以你可以点点看 然后我想这边我们就暂时先跳过 因为这边要整个全部都直接讲完 下面这边还有很多 你都可以再往下去看 在这里 新旧活跃使用者各个的变化 好 所以你可以稍微再往下滑动 然后等一下我们上课休息 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下面这些使用者 我们刚刚大概告诉各位一个网站 然后GA如何埋进去 埋进去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到GA这个世界里面 来去做一些资料分析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GA的网站首页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么 你看像我现在我的网站 你看又有一位活跃的使用者 就是老客户 好 就是旧的学员 又跑来去看我这个网站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那当然 当然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它就没有区分 它是新的使用者 还是旧的使用者的一个统计计算 它这边就算出来这个使用者 使用者 我希望等一下我也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深蓝色 深蓝色是新的使用 深蓝色是旧 深蓝色是新的使用者 这个浅蓝色是旧的使用者 等于说是那个所有的使用者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它越接近的话 又代表什么意思 好 那这张图要怎么画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花了大概七分钟的时间 在GA里面找 我找不到 放弃 我花了一分钟 我就直接把Power BI这张图 我就直接画完了 有听懂这个差异性吗 这个是自己画 自己画的日后 日后你只需要点重新整理 这边资料会一直不断的画出来给你看 你不用再额外做什么事 只要做重新整理 好 当然这边你也不用做任何事情 好 但是你要花时间去找使用者 使用者 那当然里面就会有活跃使用者 还有新的使用者 那他到底在哪里去做比较分析 我这边我是找不到 好 我们现在先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个使用者点下去 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 大概平均是在30左右 工作阶段就是所有的网页 所有的网页 大概也是停留在30左右 然后接下来跳出率 跳出率有时候是很低的 你看 这个地方这个跳出率来说 这边是不是整个下降了65.5% 有看到跳出率变成24.15% 所以整个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资讯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的学习会比较聚焦 在某一块 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想一想 我就去思考 11月15号 这边为什么这个跳出率会大幅下降 这都是有很重要的资讯在里面的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跳出率越来越高 尤其是假日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点进来 然后就直接跳出是增多 所以假日有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 就是 跳出率高 还有就是观看的使用者下降 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那工作阶段的时间 有看到 这一天最多 这一天最多 好 那接下来目标 这个目标 既然他有目标对象总览 那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思考 什么叫目标 目标就是一个比较 有一个比较的依据 好 例如说点一下这个目标对象总览 现在不出来了 我重新整理一下 好 然后 接下来我就要点这个目标 对象总览 那在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谈的是比较 比较 刚刚是 一周 本周跟上周的比较 那现在呢 现在这边 他就可以去做什么 像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对比 对比什么 使用者 请问工作阶段 跟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使用者越多 理论上工作阶段也会越多 对不对 你要大概知道说 可能我在比是比什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 工作阶段是深蓝色 然后浅蓝色是使用者 所以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有一致性的下降的趋势 一致性上升的趋势 然后再来 再来他彼此之间差距 差距 这边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你除了可以去做 两个类别 例如说工作阶段跟使用者 那你可不可以换 例如说跳出率跟使用者 这个 这个跳出率是指 这边有 跳出率很低 是不是很好的事 跳出率很低 通常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使用者 使用者多的时候 可以看到吗 至少我的网站是这个样子 有看到这件事 这是当我们今天去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情形 就给你们参考 这个是目标对象总览 目标对象总览 好 你可以至少去看这件事 如果你看完 你就点首页 又回复回来了 所以请你们点这个目标对象总览 来去观看一下 你们细所的一个情形 是有什么智慧 可以被你找出来 像我刚刚讲说 我的假日 假日的那个跳出率变高 还有假日的时候使用者比较少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去打广告 好吗 我不想各位知不知道 像我 我习惯把那个 请问一下 你觉得白天来看教学的人比较多还是晚上来看教学的人比较多 你们猜猜猜看 也不用猜了 就直接看 等一下会有一张这个时间的分布 你就会大概知道 所以去设定 假设你要开直播 你要早上开还是晚上开 好 等一下就会告诉你这件事 来 去做一下目标比较 好不好 目标 可以去看一下目标比较吗 那 等一下这个目标比较 目标对象总览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工作阶段 你可以选取指标 选取某一种指标来去做比较 举例来说好了 使用者跟网页流量得比较 因为你们现在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再玩一件事情 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还可以再玩一件事 来 当你 当你今天在首页这边 当你在首页这边 然后你点这个目标对象总览 你还可以去做 就是 某一段期间的比较 举例来说 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选择10月10月1号 10月1号到这一天10月18号 这边可以手动设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看你要不要相较于上一个选到的时段的前面那个时段 例如说你现在选45天 那前面这个时段上一个时段也就是前面的45天 好 然后套用 那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就等于就是说你可以比这一期跟上一期这是同期比较 你还可以比什么自己这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像这边来去看的话是是工作阶段 我们来看网页浏览量好了 因为这几个这几个名称你可能也都要知道 请问一下你应该也蛮在意网页的流量 网页流量 它的一个变化 像在这个地方 这个 这边它是不是出现说 在就是说这个比较的过程中 发现什么 9月11号 9月11号 它的网页浏览量很高 9月11号网页浏览量这里面最多的最多的相较于同期 现在这一期是不是大幅下降 好 所以这边的一个比较也希望你们学一下 因为看你要不要假设经过了完整没有两年的资料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比例如说 开学的这一段期间跟去年开学这一段期间的比较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哦 那就请你们等一下动手来去做一下 另外我还想要再跟你们分享 这边他也帮各位算好了一个深入分析 深入分析 所以点一下这个深入分析 这边分析了两件事 他说有更多的使用者在10月回访 就是回访 回访的人比9月来得多 再来就是网站逐签成效 我不太懂他这个这个字 所以例如说我们现在看 你有没有发现点下去之后 他说10月10月 也就是说这个旧的使用者回访 继续来去看 大概维持在3.5% 然后9月只有3%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 刚刚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网站 网站的逐周成效 好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边就比 就是说这个是使用者136 新的使用者122 工作阶段163 有看到 他这边是不是告诉你说改变 也就是说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一个改变 他把这样子的内容变成数值 变成数值 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算这些东西 就是说 举例来说好了 所有现在的使用者136 那相较于上一周 他是稍微下降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使用者136 那上一周可能要再往前推 然后去算那7天的一个使用者是多少 然后你才可以去算出来这个 再来还有行为模式 这边他也会告诉我们说 你看平均工作阶段的时间增加 就是看这个网站工作持续时间 是增加的 跳出率下降 跳出率下降其实是好事 就是看一张网页就直接跳走 这叫跳出率 所以这也是他深入分析的结果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 所以请教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自动分析他帮你做完了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要去下一些决策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对 我们这边是不是跳出率有下降 还有就是学员观看网站的时间有增加 所以代表我们这一次的改版 是有帮助是有好处的 可以吗 这就是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目标对象总览 还有深入分析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下面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是网站流量分析 这我想没问题了 可是下一个主题是什么 您如何开发使用者 请问一下你要招生的话 是不是接下来这边你就把它想成是 你要如何开始招生 他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他就会显示出 他的一个 这个 这个是 就是 你有没有想过说 像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说 我们直接透过Google搜寻引擎 知道吗 这个 这个意思 直接透过Google公司的搜寻引擎 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搜寻引擎 然后主要得到是这种 深蓝色 还有一种是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毕竟算少数 非常少 可是大部分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说我这边我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到我这个网站它是经由Google网路搜寻引擎搜寻到的还是直接到我这个网站 请问这有什么差别 这差的差别很大 例如说他今天是经由Google搜寻引擎得到我们网站的资讯 那我是不是要在那家公司去买广告 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要在Google下广告还是在雅虎下广告 雅虎不是有首页吗 请问一下你多久没有去雅虎进行关键字搜寻了 很久了吧 有听懂我意思 结果你去雅虎去买广告 是不是等于浪费钱 因为你都不这样做了 你觉得年轻会在雅虎里面进行搜寻吗 不会 所以你应该要选择在Google公司买关键字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的意思是告诉我说 我的网站呢 我的网站主要就是谁 主要就是透过Google搜寻引擎搜寻到的 所以这个Google我的商家很重要 你一定要在那边去把这个 就是方便让别人找到了 方便让别人找到 再来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所得到的结果 大概这个占百分之六十五 甚至越来越高 可是大概平均都有什么 如果以占比例分析的话 大概都维持到八成到九成 所以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从Google搜寻引擎得到的资讯 所以应该在Google这边下关键字 你知道为什么Google公司Google Analytics 他要让你知道这件事 因为你就会去Google公司去买关键字 然后再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这边 这就刚刚看到的嘛 就是说那个回访率 回访率 这边有没有看到 十月份回访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 我的网就是网路上的一个既有的学生 像我的YouTube订阅已经超过两万了 然后那我的脸书 或者是我的LINE的好友等等这些 假设我都一起放下去来去加 来去做行销 那请教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 这些人 这些人他对我做的行销 他收到这些资讯 然后接下来他会不定时的再回来我这个网站 好这叫回访率 但是假设我每个月都去做 你看这边是不是会发现 九月是到不到3% 十月是不是3.5% 请问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就会有差别 为什么十月的回访率的客户会比较多 好这就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就是说针对客户开发 客户开发 那一样请你看完7天 是不是顺便看一下 例如说最近90天 你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看到 最近这90天大概他的比例 比例都维持在八成到九成 就是透过Google搜寻引擎 这个搜寻引擎搜寻到的 好 还有就是 透过这边还有一个很浅的颜色 是透过什么社交 因为我很少去做那个其他的社交平台的宣传 所以这个颜色是非常浅 大概只有在这个地方会出现 好 所以你们看完 大致上了解 你的 你就是你 等一下你就要了解 你到底是从Google搜寻引擎搜寻到的 还是还是用什么其他种方式搜寻到的 那就请你们来看一下 我蛮好奇你们的网站 如果没有做任何广告 他这边他呈现的应该大部分都是 你们应该应该是Google搜寻引擎搜寻得到 例如说你可以打 例如说明治科技大学 然后还有材料系 应该是可以搜寻得到 你那个网站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今天是属于什么人事室 电子中心 图书馆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 就是direct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那个系 你会发现你的organic search会比较多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这是从外部进来的学生 去找会比较容易 那这一个谁会直接进来呢 通常都是校内学生 他就可能已经知道那个网址 知道那个网址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 长期来去看你的活跃使用者有什么变化 这边有看到吗 好 在这边我们可以去看 这个是 这个是一天 这个是七天 这个是三十天 请问这到底在画什么 活跃使用者 请问一下 一天后 就是他都还有 就是每一天他都有进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数都不多 大概就十几个 十几个 你看嘛 我现在你看都还有一个 这个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的一个学生 好 我也不用知道他是谁 但是Google公司他要知道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有那个客户目标对象 这边是可以看得到他是谁的 然后他还会把那个客户做一个编号 那接下来这个是 这个七天 七天他有进来 就是这七天他有来 有来做学习 好 然后这个是三十天内 有至少来做过一次学习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今天那个活跃使用者 如果你去看多少天 他会来看一次网站以上 你会发现这人数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们蛮关心就是说 那这就是学习的频率 学习的频率 就是我至少我这个网站 至少我这个网站知道的人 他愿意花时间来去天天来去看 至少也有 也有这边可以看到吗 有12像这一天有12个 昨天前天12个 16个 有看到27个 所以代表我这个网站应该还值得看吧 所以等一下你们应该也有这几个数字 这几个数字 那请问一下 这个差异性 这边是看到 这是一天 这是一周 这是 这个是四周 对吧 每个月 所以这边理论上 它存在的一个区间 存在的一个区间 这边你应该是不是 应该把它用程式背来去看 这个跟这个 彼此间关系应该到大概是这边平平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上升的 请问上升代表什么意思 你不能看完图之后就算了 你看完图 请问图也不是你画的 好 那你准备要怎么样去跟你的主管报告 还是你就直接跟主管说 你自己看 我也看不懂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人家图都画好给你了 你不觉得你应该了解 这个图上升是什么意思 下降是什么意思吗 上升什么意思 现在这边是不是上升 请问它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发现 一天的 七天的都平平的 对不对 对 然后 那个一个月的 为什么 后面这边要持续慢慢不断上升 这代表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 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好 原因是什么 你们分享给我听一下 有积极在上课选上 不是 应该是说 至少 至少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去看 听得懂吗 就是你有直接去开放 是 是他 我没有做任何报告 是他这边告诉我说 这边是慢慢这样子上升的 慢慢上升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 有越来越多的人 去看这个网站 可以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你不能图画出来 图也不是你画的 然后就贴 就是布置 对 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要抓图 然后贴到警报里面 然后报告给你的主管听 对吧 好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 请你装 请你的主管 装 APP 就是GA的APP 他就可以看到内容了 他就可以看到这几张图 那就现在请你们看一下 至少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一个 然后这边是最近的30天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有90天来去看 这边是不是持续不断的上升 然后持平 持平了一段时间 然后下降 然后再上升 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说 这个90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这一段时间 是我在美国 在美国时间 就是我从大概7月7月1号到8月30号 这是我在美国的期间 然后9月底 然后回来这边开始又恢复正常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看一下 你的活跃使用者是你的观众 你的浏览者 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 就是说 这个是您能否留住使用者 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资讯 就是不能 你看留住率第一周 第零周 就是他来 他来 蛮多人来的 可是他7天后继续来的 大概只有这边有看到4.9% 然后两周之后 是不是从100掉到4.9 然后再接下来4.9再掉到1.4 接下来到这边 这边看到吗 这边0 然后这边1.4 那重点是 他的数字是逐渐的下降 对吧 这个就是什么 不能够留住使用者 好 也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网站应该 因为它是一个教学网站 所以最好是看到说 它持续性 你们等一下看到的情形 可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好 因为其实 其实真的 真的 我这个网站 免费的网站 没有人要看 我真的不骗你 居然还有一个 他说 他做了一个免费的一个线上教学平台 然后呢 也没有人要上 他说办一个什么 送电影票的活动 然后呢 就是好像发出去消息 结果他本来要送10张电影票 结果只有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线上来去填写 有听懂吗 百分之百的中奖率 还是没有人要去看 好 题目可以能参考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逐渐的变色 意思就是留不住 留不住学生 那接下来这边是在看什么呢 哪一个时段造访的人最多 所以这边是不是看到这个时段的颜色 是比较深的比较多 这个是时段 这是时间 一天之中 这是睡觉时候 早上两点 四点 六点 所以接下来看到 是不是这一段的时间 这一段的时间 蓝色是比较多的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就是 早上差不多 从九点 九点 这边是早上上午九点 到中午的十二点 到这个这个时段 那你有没有发现 中午的时段 下午三点半四点 就是白天的时段 学习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我有这样子一个现象 所以 就可以把一些直播课程 开放的时间 设在这个时候 可以吗 好 这只是提供给我这个资讯 我可以去看 最近 最近90天 是不是也是 差不多这个时段 这个时段 居多 这个是去看热度 这个就叫 那个时间 像这边比较热的时段 是这个时段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这个时段 也就是八点开始到十二点 这个时段是热度比较高 第二个时段就是 十三点到十五点 而到十七点 下午四点到十七点 这是第二个时段 可以吗 这我想就是一般正常上班的时间 那请问你觉得 你觉得 得到这个资讯之后呢 是不是可以看地里别 发现台湾是占九成五左右 然后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这个很重要的资讯 你们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学校有没有收那个 例如说大陆生 什么外籍生 有吧 所以你就这个时候 就应该要去 多多关心这一个其他地区 不是说只停留在台湾 你在这个地方 我上次还听到 有一个人他做行销 结果他要到美国去招学生 结果他只有做繁体中文版 简体中文版 没有做英文版的网页 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再来这个地方 有看到说 我们一般人 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是用手机 对了 他这个都没有去做校正 他只有数量 请问一下 数量跟比率 数量跟比率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意的 应该是那个比例 可是他这边只有算出来数量 你知道数量 例如说台北 台北市的结婚人数 一定高于花莲市的结婚人数 可是你去算那个结婚率 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结婚率知道吗 说不定花莲市的结婚率会比台北市来得多 因为我们拿人口数来校正 但这边他没有做校正 他没有把台湾使用桌机的跟手机的平板的那个人数来去做校正 所以这边至少只能看到量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是电脑教学的一个内容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桌机来观看 可是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有很多人就直接拿出手机来去看影片 因为我的影片是不是都放在YouTube上面 你的学习有可能是直接拿手机来去看 所以你看到是这种情形 那你等一下你可能会看到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几乎学生 学生都是拿手机 很少是坐在桌机上面来去做搜索 可能会看到颠倒过来的情形 这是正常的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他告诉我说 来看我的网站多半是以桌机为主 而不是手机 这是手机 然后这是平板 这等一下我再讲 因为这个最重要 这个最重要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你们连去看这三章 真的 这些图全部他都画完了 而且我也逐一解释完毕了 是 这些图全部他都画完了 是 这些图全部他都做的 有没有 这个 你看你的情绪都这样不高 不然是正常的 这个有上去的 这个 还是白天 你看 你的深夜族群也 你看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亮点 那个是凌晨 对对啊 就对他们来说 那个不算晚 你要不要看一下90天 因为你可以看到90天 四个人就已经是绿色 都是网上的 因为那边是网上的 但是像人事啊 无知啊 一定都是在正常上班时间 那可能也会有例外 像例如说那个选客 选客那一周吧 可能就会有点客出 这样可以知道吗 其实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应该理论上这边都是 很浅的颜色才对 很浅的颜色 有没有可能就是 往这样一点多加我的蜡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网页 刚刚我是不是有做那个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 我是不是会有首页 K-E-N-S-U-N-E K-E-N-S-U-N-E 这应该有印象 那如果我自己又再打了一个首页 好这边 这中文 你有没有发现这全部都是中文 因为当我今天去新增 因为当我今天去新增下一页的时候 他就去抓那个网页 要叫什么名称 都是中文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下 前面前面的网页浏览量 网页 我这个网站 最多人浏览的是什么 是不是 跟 Excel 资料分析 大数据分析有关系 那你一定会说 老师你会不会是你的网站里面 多半都是放 数据分析类 不是 我有放什么办公室应用 有看到我的 我有放什么 自动化 好 那 甚至还有课程介绍 其他网页 可是你会发现 就这两个排在最前面 所以 我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 多开一点这个数据分析的课程 这样了解 当我今天 我的网页被浏览 被浏览的 一个次数 还有频率 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哪一个网页 应该要再去做一些 例如说 优化 或者是改版 或者是新增加资料进去 这就是别人来观看的结果 可以吗 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那 这个就是 也算是一种声量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看一下 自己的网页 你不可能只有一页吧 还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一页 叫做 您的使用者 成交凡 哪些网页 我接下来 我要讲一下 你大概对于这个 这个 Google Analytics 大概了解了 了解 这个网站 他就只 提供给你这些资讯 你甚至可以 可以下午会有 有其他的说明 比如说好了 您觉得 这个网站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他有更多的细项 甚至多到 他把目标族群 目标族群的活跃使用者 反正就是 他甚至可以切换到 使用者多层次 多层次 多层次是什么意思呢 他把这一个客户 我这一个客户 他到底看了哪些网站 然后那个很多的什么 跳出率 那个 因为我没有去做 收 就是去花钱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些看到全部都会是零 例如说什么交易次数 这边看到是零 这对于有些买家来说 他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想要知道 他想要知道 他的差评到底是谁给的 好 这个是可以用花钱来去解决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这里面 首页 你确实看不到一件事情 这个使用者 使用者跟心得使用者 他既然是有差别 那差别我应该怎么样去呈现 好吗